我们三个又合体了 就是像不像咱们在台湾 那环境特别好 姐姐我也想到一个地方 晴天高 那个自然环境也特别好 华山嘛 舒服 对呀 台湾有这个市子吗 13个皇朝 74个皇帝 你们知道吗 台湾是没有手动挡的 你要是去台湾 我就没办法让你试我家的车了 姐姐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在台湾开车 订阅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记得帮档档一定要点开呢 这样我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 谢谢大家支持原创 我是档档 YouTube唯一账号 哈喽大家好我是档档 大家好我是档档妈妈 大家好我是档档妈妈 档档需要这么有设计信息 档档就挡住了 想说给大家一个惊喜 今天不管档档自己 我们三个又合体了 档档档档妈妈 快你现在有个新的名字 四个字大家给你启的 好 大立原子同学 不是原子也不是大立 是大立原子 原子蛋的原子 你看今天妹妹也是换了个新造型 嗨 我们上个今天都穿的是黑白的 对 今天 妈妈说吧 刚下过雨 刚才早上下的可大了 你看这个空气特别好 我们就来到这个离市区非常近 这个杜陵 杜陵这个地方 前面有个杜陵 那杜翼 杜翼跟杜陵的关系是什么 杜翼这是个地方 然后这里是 那下面有个杜陵 小王你查的是流行的 前面这 她的那个 她皇后的墓就在她这旁边 就在这个公园里面 一个皇后的墓也在这 怎么样 看下来 这现在是个杜翼公园 特别大一个生态公园 陕西是不是到处都是 是吧 就是王侯将相的墓 现在这 就是她现在就是把这些墓地 都变成了类似于公园一样的 对对的 因为她离市区很近 想要来 在市区边 看一看绿色 你说这个是流行的 对 流行好像是 刚刚刚刚有照一下 好像是汉宣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她跟她的皇后的墓 都是在这附近 这占地可带了 8.7平方公园 是 那里园子一直在 一直在百度 想说给大家提供 比较准确的信息 不要我们自己瞎说的 对 来咱俩一起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吸一吸芬多精 来 得 1 2 3 你俩表情一模一样 是吗 那我俩是母女吧 这是像不像咱们在台湾 去那个清净农场 有点 它的牛那个地方吗 对 羊 羊吗 对 羊嘛 对 人家在剪羊毛呢 它在剪羊毛 对 那是咱们上次还岛的时候 对 咱们包了个车 咱们先住到那 坐大巴 我们是从台中 坐高铁 坐那个 坐到台中 下来坐了个那个 上清净的 上清净那个 公 大巴车 对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上面 还吃了个小火锅 还住了一晚上吗 嗯 因为那环境特别好 你是不是就是 这个味道突然有点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好闻的空气 特别好 就是 然后第二天 你记得不 我就把那个车 包的那个车叫来了 对人家不是那师傅可存是 早上八点就来了 哦直接开到清净 还从可远的地方来的 人家就是跑了很远 人家早上就来了 然后我们就从那开始 包着车坐那个 计程车 对 开始往 咱们去吃那个池上呀 哦对对对 吃那个便当饭 你记得不 哦哦 还走到半路买世家了吗 哦对对对对 哈哈哈 这个果实看红的了 哎呀 你们查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树吧 没查出来 很像一串串的葡萄似的哈 还挺像山楂的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你这个个头还可以 够着这个树枝啊 对对对 姐姐我也想到一个地方 哪里 就是第一站 我去花莲的时候 然后那个农场 但我忘了那个农场叫什么 农场 对然后就是还看到烤辣 烤辣 哦哦 台开新农场嘛 哦妹妹她第一次去花莲嘛 是旁边有个星巴克 对对对对 货柜星巴克那里 你就是让你想到那了哈 对生态嘛 哦 很舒服 你记得不咱俩还走到那个海边 哦对 太年太平洋哈 对对对对对对 嗯哎呀 是不是又想去了 对呀 非常想去 哎 虽然我们就是在西安 也是很喜欢这种大自然 找找这些地方 因为台湾现在只能变成这种 回忆了好吗 你说回忆回忆 等到能去了 等到能去的时候 咱们再多捞一点回忆 回来好好再 再回忆上个几年 去一次回来 回忆几年 没有之后 你就可以尝尝去了 你看这柿子 你见过这种 看它是四瓣的 你看 这个就是那个水果柿子吗 对呀 台湾有这个柿子吗 应该也有吧 咱俩在水果店有没有见过 你还注意 有有有 吃起来阴阴的 可以切 切成芽 对对对对 这个还没有熟呢 咱们去阳明山上有一个呢 有牛的那个 晴天刚 哦对对晴天刚 记得不咱开始还以为找不着牛 那个自然环境也特别好 哦就是 而且没想到山顶上 哦 对呀 记得不咱排那个停车场 排了个长时间 那没办法 那就人特别多嘛 好像也是周末去的 对 排队还想着要排好长时间 刚才还摸那个牛吗 水牛太不爽了 群一群的 现在特别的神奇的场景 党当坐在副驾 妈妈坐在后排 谁在开车呢 大力圆子 因为妹妹是一个手动挡的车 其实这块就是想跟大家还说一下 你们知道吗 台湾是没有手动挡的 除了那些就是赛车的 或者大家想要改车玩的那种 正常售卖的 大家所有人都是自动挡 然后妹妹她因为一直开手排的 就是我们家原来那个车 我之前也是开手排 手排出身的邱明山女车手 所以妹妹她其实对自动挡的车 还有一点点手声 然后我们就想说让她练练车 因为她车开的很好 只是她这个这个车 就是从自动挡到手动挡的人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 可能觉得那个自动挡 挡位跟手动的那个1234挂挡 还是有点差 所以她其实有点声 我们就刚好趁着这个园区里面 又舒服车又少 带大力圆子练练车 你要是去台湾 那我就没办法让你试我家的车了 因为照不行 还得就是 变更一下 对 那我在台湾是不是就可以当赛车手了 逻辑上你是的 但是证件上你是不允许的 姐姐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在台湾开车 你这是刚开车开上瘾了 你可能真不行 就是首先你得像我们这种身份 你在那边你考一个比试 你才可以拿到台湾的驾照 对但是一般等于说你是还是没有什么身份的话 你在那边 你说我想拿一个在那边的照去开车 好像是不行 我是觉得是不行 大家帮党党看看有没有那种 就比如说是党党的亲戚 不管是我妈也是有的问题 比如妈妈过去了 她也会开车 她也想在那边开车 那能不能开车 我印象是好像不行的 你很想在那边感受一下 那边可多鸡车你行吗 我是有低照的人 你有摩托车照 对啊 你这证还有的多 必须的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草坪上 但是这个草坪就是那个陵墓 那个土包包就是那个陵 大力园子在拍照 姐姐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地方 你说台湾 对对对对 哪里 就应该是在市里 我忘了叫什么了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文 我知道 我买那个背套的地方 你说那个有个台湾地图的那个 华山嘛 华山文创园区 是岛 就是那种的 对它有个大草坪 这个你还记得 挺像的呢 对啊 很舒服 对 你看妈妈 老李 打个招呼 走 咱们往前走走 大力园子 哈喽 我们走过来了 走了好远 园子还在后面 我跟妈妈先走到了 走到了刚刚党当拍的那个 这个土包包这里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陪葬墓 然后人家还有科普 就是说陪葬跟殉葬还不一样 我来我来看一下是咋回事啊 这上写的 这不是杜灵 长一下知识 这是杜灵 这是那个伯太后这个灵 对 伯太后好像电视剧流眼 对应该就是那边 是吧 刚那边那个是 这边的这可能这比较小的都是陪葬 杜灵市区里西安市最近的一座地灵 是西汉后期宣帝刘荀的陵墓 唐代诗人李白的杜灵绝剧 然后人对杜灵产生了无限的下想 西安市管辖的有两座 另一座其实就在党人家附近 是汉文帝刘衡的陵墓 霸凌 西安真的太适合喜欢历史跟考古的人来了 对呀 闹市区都有陵远 对 闹市区都有 你看那个哪儿就有一个吗 公园 南路哪儿 就离咱们很近 闹市区里面有个 那个陵 那是谁的那个皇帝 北朝也有啊 就太多了 这个东郊 就是东南西北 反正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 就是 党党可能不是一个很 对历史很感冒的人 但我能感觉得到 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很感冒的人 可能他们逛这个就很嗨 很激动 13个王朝在这建都有多少 对 真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走路这么 我们才走这种水路 从那个 13个皇朝 74个皇帝 最少有73个陵墓 因为李治和那个谁 武则天合葬墓 对 那个我知道 很多墓最后在哪都不知道 我相信台湾的很多朋友 一定很多也是对历史 这个上下五千年很 很感冒 然后也很有 很有这个造诣 很有这个研读的 就应该来先 对 你看我们主要来看绿色的 但是你好好把它研究一下 你再去研究一下 这个汉宣帝呀 他的王后呀 他的王侯将相 他当时是历史 他是怎么样这个朝代更迭的 怎么样兴盛 怎么样衰退的 哎呀 感觉 光想一下 研究这个都挺有意思 对 喜欢历史的人真的是 太适合这里了 对呀 太适合了 他知道你有看不完的东西 研究不完的东西 说你们说的那个公园 是区里面吗 秦始皇他爸的墓 对 秦皇他爸 你看那些周围的居民 整天陪着皇帝睡 对吧 对 对 对 你